这是你要怀孕的最重要的事 所以我刚才才会强调 其实愿景很重要 那什么要正讲的愿景 等一下我慢慢讲 然后中医对女性所谓的靠出圣灵 她怎么认识呢 她首先是从圣子在体 天归和暴露 来认识 这里讲的圣是中医的圣 中医的肝 中医的皮 中医的天归 还有中医的包裹 她有包裹功能性的皮 就是讲那个食物性的皮 皮呢 她就会认识一下 大概看贵是什么 最关键是看皮 在中医第一节里面 她是主运化主分主分主 主同学 刚才那位小姐讲 最重要是学 那中医认识 所以说皮 它是通学 学 有人用学 她每一个月会消耗学 用学 所以皮跟我们的学生有关系 第二节目 再来是肝 肝 那为什么在女性的身姿里面 她有这么重要的角色呢 她有一个过分 她长寻 肝 她长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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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 所以后一个 是肾 肾 肾 学中医的学生都知道 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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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 肾 肾 肿 肺 或者这种敬畏物质呢 其实是主要是管理你的生殖功能 明白吗 再讲一遍啦 这个天国是综艺的概念 只有综艺 那这个概念的内容是讲 每个人不管你是男是女 你都有的 你都有这种营养的 你都有这种敬畏物质 这种类似于现在的一种概念的基因 这个基因还有营养啊 他不等同于基因但是他是讲 这一种物质呢 他是可以 他主要是管理你的生殖 管理你能不能受基因 你能不能生孩子 这个叫天国 那来就是宝货 宝货就是宝货 你没有人是管理点 宝货 如果你还无人懂到 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 包括你的宝货 包括你的宝货 宝货 还有宝货 宝货 宝货 它可能以前 我们有想到 额 但是他就是肚子 那 还有你去护育护育的症状的时候 我想讲 中医他看病 跟西医 他是有点不一样 他是根据症状 症状 那他还有根据一个病 但是他更多的是根据你的症状 你去看那个中医的时候 你讲 哦 愿景不好 怎样不好 我愿景很少 他真的把我愿景少 然后他用根据用他 对愿景的理解 来办理 治疗